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大家是多麼深愛香港這個國家 香港這個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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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喂哈囉哈囉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6月24日 一個小號外 短短的 話說這個普京 雖然這個人很記仇 KGB不聲不聲 當然也可以是假消息 不過都不知道了 就算假消息來說 我當你真是假資訊各樣 自己人說的 算不算是俄羅斯一部分 真的不知道 話說大家都知道 老後有反骨 反骨的倒理歌樽 也就是華格拉的首領 除了控訴這個俄羅 黑扣人工 黑扣軍備 以及在他們回程的途中 就埋下這個地雷之外 稍前又多麼厲害 走進莫斯科那裡 訂信 等這個 有個兆醫股 我叫他 有些兆醫 遵從他的命令各樣 這次不知道 他說有Friendfire Enemyfire 就有Friendfire 是這樣的 倒理歌樽就控訴 莫斯科使用到 飛丹 襲擊他們 令到華格拉集團 重大的傷亡 很好打的 已經在反攻之際 你要擋住人 華格拉算好打的 難道靠他的兄弟車身嗎 這樣的時候 來這樣的事情 于禁 和夏厚信 兩型互空 不是幾好的 以及 我們凡事又可以從好的方面去看 怎樣好的方面去看 之前報道過這隻甲怪的 他又將三萬幾千個 他說華格拉集團的重影犯 回到莫斯科那裡 我都說莫斯科之後 治安一定差的 民不聊生 道匪處處 國際大都會 你香港那些 就只是真是大都會 他那些 直接上槍會的 好消息就是 他們走完了 就算你不中飛丹的時候 你都減少了自己傷亡 你沒那麼複雜 你不中飛丹 華格拉集團 道理哥津 是這麼說的 他就說莫斯科的軍事領導 陳 這個不是Fanfire 他說是軍事領導 陳下令 他中了招之外 中了單 還要說是人家故意的 那沒有啦 那你想怎樣呢 你又不夠膽 揮兵不上 直插莫斯科 那你想俄羅斯人去同情你那幫甲怪 於是就加入你們去對抗普京 抹門啊這些 普京就算幾筆仔都好啦 始終你不消到俄羅斯人 那特莫斯科的城市居民 他們都不會有些什麼表示的 你最多只能夠呼籲到那些重型 那走回來 但是 他又說造成他的部隊大量 非常大量的斯芒 那就說呢 會誓言報復的 那你走完了 那些人你之前自己說的解散 那你剩下多少丁友 剩下已經不多的了 都被非丹中了的時候大量死亡 那你還有多少呢 你可以怎樣報復呢 是不是拍了片當報復 會有後果啊 你又學外交報那些 賭理歌樽呢 很憤怒 他就說了 準備向國防部讓步 交出自己的武器 這樣說 誓言報復報復就是交出武器 OK 賭理歌樽就說了 由於啊 他見到華格拉呢 沒有被攻破 誰攻破他啊 沒有被烏國攻破 還是沒有被俄國攻破啊 搞到那些身份很奇怪 沒有object的 他就對後方的兵營 發動這個非丹襲擊 俄佬呢 是否認的 他說賭理歌樽作故事 國防部表示了 這些言論是與事實不符 只不過是一種挑釁 provocative 就很難說的 因為俄羅斯 那華格拉也是的 兩邊都是 不過華格拉那些 就沒有這麼說謊的 反而少依古說謊多些 那我不知信哪個 他說穆斯科號 被陣風吹沉了都行 但是天氣報告說 那時候沒有暴風雪的 還有國防部也都說過 俄羅斯那裡 正在進行戰鬥的任務 好了 到底華格拉集團 是什麼居心呢 說這件事出來 還有你說誓言報復的時候 為什麼會是交出自己的武器呢 這傢伙應該精神正常的 我不清楚了 看他的樣子就不正常了 那普京請了一堆不正常的傢伙 是很正常的事 他請正常的傢伙才不正常 因為兩邊都不正常 還有灰酒式冰拳 這麼好玩 我這樣擔保華格拉集團 如果真是 放手 所有自己的武器各樣 他又試一下 我們不說後果 等他玩一下 就是這樣 好 今天講到這裏